哇 噢 噢 噢 發瘋 噢 哎唷 等一下 真的站停掉 手麻掉了喔 手麻掉了喔 好痛喔 欸 大家好 我是抱子腿方常友 今天來到這個 來傳街球吧 那我們來的好朋友 夏巴拉大叔 來來 正好要去轉你場地 就被Q起來了 我看到很多YouTuber 都有拍過說 街多快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說 欸 我自己來實驗看看 一個退休的職棒選手 現役的YouTuber 可以接多快的手 好 那今天你幫我準備了 發球機嘛 對 那發球機最快可以 調到多少 大概187 哇 欸 你的身高欸 真的還身高啊 那邊是不是亂講 那你真的啦 好 我們今天就挑戰一下 能不能接到 187 187 187 孤里的球 應該可以吧 哇 限定YouTuber 我們今天 我們不設限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最快可以接到 多快的球 他可能就接不到 那我們等一下先 準備架設一下 我們的儀器 好 GO 有點擔心 我要先去準備一下 我的護具 現在是二級的警戒 所以我們的口罩 一樣隨身配戴 那你準備好了嗎 我們快要開始了 我光剛剛聽到 我就流汗了 你多久沒有接這麼快速的球 根本沒有 我是外野手 我根本沒有接過這樣 我好像對齁 那我們進一期來看 你有沒有辦法成功 好 OK 看看熱身 對 現在壓到67 我們 187 187 其實也不是我們所有的算 對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拿錯誤槍分 沒關係 你看這 出了 你給我亂講 欸 看那個球站彈出來 還蠻療癒的欸 喔 155 我們看一下187會變怎麼樣 喔 要轉到底了 全部都到底了 喔唷 190 喔 191 191 好快喔 沒有187是比估它 喔 這個比較保守一點 哈哈 來 我們跟大家講解一下原理 為什麼它在急速大概190的時候 它會往下墜 會變很差 因為它等於三顆輪子 都是在全速運轉的情況下 它的結構就剛好是兩個在上面 一個在下面 好 我已經了解它了 等一下190公里我們就 用看著就 哈哈哈哈 準備好了嗎 好 我去著裝了 著裝什麼 你看著 看著感覺就很熱 不錯很客氣喔 真的很熱 我從來沒有讓人家 在我頭上 一直用過 你可以出發了 準備好了嗎 好 哇 等一下啊 你去跟那個人講 偷偷把速度調到最快的速度 然後不要讓教練知道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他想要等他 真的會出事 好 我們還是要安全 好 好 現在先從150開始吧 好 150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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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429 beauty 115 minus 3 suffering 好 為什麼 會接球啊 還是更速度 對你來說太慢了 謝阿 好 好 好 可以加速了可以加速了 來加一點 喔 怎麼那麼快啊 好 好 這是手動的問題啊 擋住我的視線 對啦 教練喔 其實有一點點近似我去拿個眼鏡 哈哈哈 你會不會戴眼鏡戴得太清楚就反而接的不好 會嗎 應該不會 一百四 喔 喔 欸 欸 欸 眼睛的問題 啦 啊 教練為什麼我比較重心挑戰 怎樣 然後你都不要看馬上接兩顆 一百五 不行啊 哈哈 太輕鬆了啦 我也覺得對你來說太輕鬆了 好 再加一盒 所以等一下應該可以到一八七吧 哈哈 很想要到一八七 我先幫你當馬上來就沒有了 這個有沒有一定有黃束 一點黃束都出來了 有來了 這個速度才對嗎 對嘛 算是太慢了 這聲音好好聽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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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輕鬆了 欸 那個平常隔場是落則路 這樣子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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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喂 哇有這個這個薄啊 哇有這這薄啊 哇有這個這個薄啊 呵呵呵 這個薄好樂球 你左邊的輪子多一球 等一下等一下 他有調整我就要休息一下 沒關係 OK OK 10了 10了 手越快越順盡了 好啦 打他手 打他手 差點攻破腳要被人死了 我現在有點可怕 1-2 1-2 1-6 1-2 1-2 1-8 等一下等一下 這站停掉 這手麻掉了喔 我怕我 1-6-3的卡特球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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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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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嗎 1 如果不行不要勉強 打開嗓子還是愛你的 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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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1 2 2 等一下 我們弄面罩是為了讓觀眾朋友 掌握到近視 是這樣子喔 是這樣子喔 斷了斷了斷了 我覺得我們節目底下 就有 給大家看一下 在抖在抖 這通常是戳三天麻將才會有震頭 Oh my God 真的很痛 我們都在電視上看了 一百六一百麥 老實講我覺得今天這個體驗就蠻不錯 我覺得推薦校把它下次可以玩一下 可以啦我們平常在這邊都自己在玩 我也是接了職棒拳的球 我才去買這個 這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同學 他有一顆內靈的他這樣接 那他球的胃到處理上接 結果打棒球 就斷掉了 所以你說打棒球是有沒有危險性 老實講 某個程度上還是有危險性 第一次到最後 你如果再讓他更快 我們剛剛測試過 他不受控制 他剛剛一百六十五其實就已經 這開始在亂跑了 所以我也是 好盡力的想把最好的呈現給大家 對有時候 還是要為一下安全著想 不然我這邊要連帶賠償 這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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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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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身材跟我的身材 這外野手身材 這補手身材 像女人從外野殺我們的時候 才比較看緊 對目標比較大 好請問你們 歡迎訂閱讚分享 訂閱打開小鈴鐺 那下巴大叔的 頻道 訂閱一下 那我們也是會有合作影片 在他的頻道也會看到我 偶爾會看到價值 大家一定會說 為什麼今天沒有價值 因為我們必須嚴格控管 他在我們頻道錄出的次數 平常流量越來越差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關係